青年的發燒話題來看到 921地震滿25週年 而在稍早的6點51分 花蓮也發生規模5.3的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蓮 那麼宜蘭、南投跟台中有三級震度 雖然在花東地區很常發生地震 但現在國內的地質學者們 比較擔心的是在西半部地區 因為分析台灣過去30年來 發生超過80萬起的地震 而其中陶竹苗、中張投 還有高頻等三個地震帶 屬於高風險區域 因為這三個區域在過去30年來 地震頻率極低 就怕已經累積了不少能量都沒有釋放 未來可能直接會出現 規模7左右的強震 而且這些區域的活動斷層 都位於人口密集區 地牛翻身後 美麗家園剩下斷圓殘壁 921大地震25週年 國內地質學者們編傳出地球科學書籍 台灣地震帶 統計過去30年來 全台有超過80萬起地震 這當中有學者提出示警 根據調查1900年以來 災害性地震分布有三大空白區域 包含陶竹苗地區 中張投地區 以及高頻地區 學者發現這三個區域 過去30年地震較少 可能有潛在 致災運震構造或是斷層 尤其30年的觀測 結果在高頻 或是它北邊的中張投 陶竹苗其實地震數量都非常少 大概相差 大概10倍到20倍 地震數量那麼少的區域 是不是它一直在累積農業 那近期或是未來 很有可能會發生一些 大規模的地震就是 學者解釋 國內目前只有兩個無震帶 分別在桃園林口台地 和雲林北港地區 其他區域都存在活動斷層 像是陶竹苗地震帶 過去30年只發生過一起規模 五以上地震 其中新層斷層 金竹斷層 都屬於活動斷層 通過市區及竹苛 超過百年沒有錯動 高頻地震帶 過去30年 發生過三起規模 五以上地震 其中旗山斷層 車瓜林斷層等 也都屬於通過人口 稠密區的活動斷層 學者憂心一旦突然能量釋放 可能規模達7以上 在九一地震的時候 車輪斷層就是這種情形 1999年發生地震 之前的二三十年 車輪斷層其實那區塊裡面 沒有地震 所以這種情形 我們現在也特別注意 台灣未除板塊交接區域 地震頻繁 呼籲民眾隨時做好防災準備 維護自身安全 記者 相約林一星台北採訪報導 對方由於 在大陸的市場